影片如何报价 当你点进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是在这个领域 或者是你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朋友 所以你今天你看这个影片 基本上你可以找到一些你想知道的答案 但是我想要先讲清楚 这影片里面的内容 纯粹是我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观点 无关其他的业界 还是说其他人的做法 有没有类似或者是不一样 还是说有争议的部分 我觉得你可以先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再选择你自己想不想继续看下去 washitomo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朋友 我主要在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有关摄影 还有说我的vlog 还有做一些广告影片 一些摄影技巧方面的content 这次的影片呢 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聊聊影片该如何报价 影片如何报价这个问题一定是每个人在一开始想要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首先会去想到的问题 其实早在我第一次接到案子我进行报价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有想过很多问题 因为该怎么讲呢 应该正确来说报价这个动作 它没有一定的一个价格 但是它有一个大家公开知道的一个range 就是说它的报价范围 所以首先我觉得你要先知道如何报价之前 你先要去搜寻所谓的报价范围 然后首先我今天我会针对像我这种比较小型的工作室 我们报价的报价方法还有说我们报价技巧到底是怎么去报价 如果说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去衡量说你自己的报价方法 如果说你今天你跟我一样是一个freelancer 你拥有一个小的crew就是一个团队 然后你可能偶尔会发发案给别人 就比如说发一些案子给一些人来当助理啊 来帮忙你工作的话 这样恭喜你这个影片你可能可以获得很多资讯 基本上这个影片我都会讲有关我个人的观点 所以跟一些业界的方法 因为我人在日本 所以跟台湾一些业界的方法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如果说你觉得有一些观点跟你想的不一样的话 不妨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能抽空就会去看然后回应你 然后讲到这里 我首先就是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个观念 你如果说你报价的话 千万不要以时数去报价 你要以天数去报价 首先你听到这里 我不想要你先去想价格 我想要你先去想你的时间 比如说你一个案子你会花多少时间 然后你再进行用你里面的时数 可能一天八小时 然后你可能你花几天 才去完成这个案子的构想一个方式 去进行做报价这个动作 当然这是以我的经验来看 所以不一定适用于你 所以你先要去了解这个情况 首先呢我先讲我报价的感觉来算好了 比如说我一天是八小时 我一个小时基本上是七千日元到九千日元不等 所以我换算一下 比如说我一小时是七千日元好了啦 七千日元但是它没有包含说 你是怎么类型 你有没有脚本 你有没有什么特效啊 这都没有包含 就是很普通的七千日元的方式来计算 这一次我想进行了报价的一个观念的传导 七千日元存余八小时 所以是五千 是五万六千日元 大概在一万三 一万三台币 这是我的价格啦 不一定是你的价格 因为你可能你刚出来没多久 你没有太多的合作机会 所以这也会导致你的报价的价格 它是会有波动的 像我上次做的那个鞋子的广告啊 我大概花了一天嘛 然后剪辑我花了四天嘛 剪辑花了四天 所以乘以天数四天 拍摄加剪辑总共花了四天 所以七千乘以八小时乘以四天 所以那个案子我是拿了二十二万四千元整 现在我讲的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包含企画 没有包含你找摄影师 也没有包含你找可能你的manager 你的助理化妆师 还有一些哩哩哩哩的 因为这个东西太杂了 所以我不方便在这里跟大家讲说 我找摄影师大概是多少钱 我找助理大概是多少钱 我找这个模特儿大概是多少钱 这是它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要请大家自己再去想看看说 你如果说一个案子是多少钱的话 你有没有多余的金钱去分配 这方面的领域的花费 报价这个东西它是非常现实的 我说你如果说你是亲自去找厂商的话 你报的价格一定会比较低 但是你如果说是厂商自己来找你的话 相对的这种按键你可以报的比较高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通常自己来找我的客户 他的价格都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信任我 所以我有权利把这个价格 把它的range可以开大一点 但是之后有没有成立 我们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这边我希望大家会保持一个观念 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有人来找你 他需要你的专业能力的话 你可以大胆的把你的价格 把它range报的大一点 高一点都没有关系 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必须要去想说这个客户 跟你有没有第二次发展合作的机会 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你为了报告而报告的话 我相信反而你没有得到之后后续的合作机会 我觉得这个亏损会更大一点 讲到这里呢 我觉得大家在对报价这方面 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模糊 我该怎么报价才可以报告 我该怎么报价可以报低 还是说该怎么报价才会让客人觉得说 跟我合作是值得的 这方面就是很多frame maker content creator 你必须要去学习的事情 比如说今天如果说一个厂商 他找我来做影片 做平面照的拍摄的话 他可能他的预算就只有20万日币 但是呢我觉得以我的做法 比如说他如果说他只能有20万日币的 一个信销支出的话 这样子我会跟他提案说 不然就是你付25万给我 然后我另外我可以帮你再出一到两支的这种短影片 让你来做行销上面的运用 我相信很多厂商听到这种话 他反而他会非常感谢你 或者说他会想说 既然本来说好一支影片可以变三支 这样子只多付5万块的话 基本上他他感觉起来还是有小赚一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对大家是不是用 这是我自己很常做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报价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 拟定好你的报价单 还有契约书 还有你的一些企划书 先拟定好 但是企划书可以先不要交出去 因为我有吃过贵 有时候你要先签完契约之后 你才把你的企划书提案书给交出去 不然你的idea会被别的厂商给偷走 因为他可能他觉得你的价格太高 他找别的地方 然后他把你的企划书提案书给别的制作公司 这样真的很贱 我觉得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经验 因为我有遇过一两次就是这样子 所以希望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讲刚刚我们报价的一个价格 还有一些我的方式 基本上我觉得价格报高报低 他并不是一个太大问题 最大问题是你的作品出来 有没有达到客户的一个期望 因为很多不良的厂商 还是不良的制作团队 他们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厉害的一个 创作能力还是说制作能力 但是他们的价格可能是报到天高 所以会导致我们这种比较小的工作室 会变得好像小的工作室 感觉就没有比较厉害 跟你讲根本不是 因为像我们这种solo的frame maker 很多都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他们价格没有像一些大的团队那么高 但是他们又同时可以达到 跟他们一样差不多的一个水平 所以我觉得以团队大小去定义一个工作室 他的价格应该报高或报低 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待商榷的 OK刚讲了那么多那么严肃的东西 我想要来讲一些比较轻松的东西 就是说我个人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说我在报价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方式会让我跟客人之间 是产生一个更紧密的一个桥梁 因为我觉得你做完一个案子之后 这个厂商没有找你 他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可能说你这之间你的沟通方式没有处理好 还是说我觉得一个专业的人 你应该去适时的去表达你的看法 你对这个案子的想法表达给你的业主知道 积极一点 我觉得会对你之后 你跟这个业主有没有持续合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钥匙 然后呢在做完案子之后的三个月 我觉得都要持续去追踪 因为我觉得持续追踪 他会让你跟你的业主 他的这种谈话的机会变多 比如说你可以帮他想 这样子这个影片我做完了 我可以帮你在什么什么东西去做曝光 然后他会觉得说 我不光只是收完钱之后就没了 我还可以帮你提供一些附加价值 所以这个想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看看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就是我们也没有说案子接的比较多 但是我可能我没有接触过的厂商 还是说一些关系人 他们会主动来找我 可能他们是因为说看我的作品 觉得我的作品很独特很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他们来找我做看看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也蛮开心有这些机会 因为有时候案子会来 不是你做的比别人好 而是你运气好 所以每次你在接到这些案子的时候 我觉得你都是要非常感激 然后尽全力去做 然后试着让这次案子不会变成你最后一次案子 OK 到了这个影片的最后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问题 没有帮大家好好的去做解答 不管你认不认同 我希望你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 你觉得还不错的资讯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下面还有很多影片 你可以继续收看 然后我们会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 通常这种赞助的啊 他们怎么 他们怎么都会想要记这种比较小的sample 让我去拍一些影片呢 因为量根本不够啊 我心里的那种比较小的 这种比较小的